苹果醋这一死,损失正如大家期待的一样可怕,进职的刺客职业没了,进职后才能加入的阵营没了,因加入阵营学到的刺客技能影弄足没了,紧接刺客职业后学到的提高自身战斗能力的状态技能,刺客的敏锐自然也没了。 除此以外,苹果醋手中的匕首本还带影弄足技能,但这技能刺客专用,苹果醋此时退化成了盗贼,发动不能。 这些损失苹果醋不用看不用算,心里也清楚这笔账,走出复活点的他难免也有些丧气。 缺了这一级的他,自知,再和见鬼这种高手交手不会有丝毫胜算,很快他做出了和见鬼一模一样的举动。 航手阔步,迎着漫天飞舞的落叶,一头扎进了林茵城的密林深处。 任务,刷怪,平行世界最常见的两种获取经验的模式。 相比而言,更多的人偏爱前一种,起码赋予变化,不是像刷怪那样干巴巴的缩在一个圈子里与怪搏杀。 而对于见鬼他们这些高手来说,更多的用的是刷怪的方式,有技巧有装备的他们,刷怪的效率比一般玩家都要高出一筹。 任务,只有看中某些任务中特有的奖励,或是实在刷怪刷得有些恶心时,或许才会用这种方式来调剂一下。 终于到了傍晚时分,一切事件的罪魁祸首,传说中的平衡破坏者千里一罪,登陆游戏。 系统是公平的,这一消息迅速传达给了在线的双方。 您的好友千里一罪,上线。 脱离游戏一天的顾飞,哪知道在他不在下的时候,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 他进游戏时的思绪,还停留在对水深、断水剑等人的误会和尴尬上。 他还在思考着这事儿怎么处理,结果这一踏入游戏,消息已经如暴风周雨般疯狂卷制。 频道的私聊的,每个人都在扎扎呼呼。 发生了什么了? 顾飞问。 七嘴八舌却让顾飞总算了解了事情的大概。 我们初步断定,这个人就算不是游戏公司,但也应该有莫大的关系。 他掌握着很多不为玩家所知的游戏资料,这也正是他最有力的武器。 我之前已经将这情况向在线GM还有游戏的投诉专区之类的地方反映过了,目前还没得到任何回应。 幼哥总结。 红尘一笑? 顾飞问。 什么?大家没明白。 你们说的这个牧师是不是叫红尘一笑? 顾飞说。 啊?你认识? 我的确认识一个自称是游戏公司方面的人,挨迪叫红尘一笑,职业好像是牧师吧? 顾飞在回忆,他最后一次和叶小五碰面,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 那时候的顾飞游戏专业程度比现在更不如,没有使用鉴定术的意识,对玩家装备没太多概念。 靠着现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回顾,顾飞觉得当时叶小五那装备的确是牧师常穿的法袍。 等等,这名字好像有点熟。 又哥突然来了印象,飞快地开始查阅他的记录本,很快他找到了这个名字,很久以前在炼极效率榜上领先千里一醉的正是这个名字。 难怪,现在和顾飞这么熟,又哥知道顾飞刷起怪来那可怕的效率,能比顾飞还强而且还是个牧师。 又哥其实心中一直记挂着这个ID是何方神圣,原来竟然是游戏公司的人。 那还用说,对资料的熟悉必然可以让他轻松找出最快捷合理的升级路线。 咦,在下呢?等我问了啊,顾飞突然甩出这么一条,大家都震惊了,他妈的,这俩人还是好友呢? 好久不见,怎么回事?顾飞简单又直接,一边打了招呼,一边问了问题。 估计你的朋友已经告诉过你,你的存在是对游戏平衡的一种破坏,我必须制止。 叶小五回复,那你删我号完了,和见鬼他们有什么关系? 顾飞当然也已经知道,见鬼因此已经又掉了一级了,这话无疑是敲中了叶小五的痛脚,如果他能做主,早八辈子就把顾飞删掉了,至于落魄到现在连工作都搞掉? 也正因此更加坚定了叶小五要和谐掉顾飞的决心,不惜抛弃他引以为豪的自律。 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游戏工作者了,叶小五的心中时常默默地这样对自己说。 他选择辞去工作,是因为他觉得游戏工作者的身份反而成了他掣肘顾飞的障碍。 他抛弃了这一身份,对于他来说就好像卸去了枷锁一样。 叶小五一时间想的有点多,都忘了回复顾飞的消息,顾飞等得不耐,又发来了一条。 叶小五打开一看,一串数字。 什么?叶小五有点茫然,我的坐标直接找我来吧,顾飞说。 妈的你个菜鸟,叶小五一头黑线,坐标中间都不用个逗号分隔一下的吗?一长串的数字,搞得跟个电话号码一样。 我知道你很强,叶小五回道,一对一PK,没有人有剩你的把握。 没关系,你十个二十个或者更多都可以,顾飞说。 叶小五真想去骂街,看看,多么嚣张啊,这么不平衡的东西,怎么可以不和谐? 想着叶小五狠狠关掉了与顾飞的对话窗。 自己怎么和谐他,有自己的打算,难道还听他指使? 事实上,在与剑鬼这种普通玩家的较量中,叶小五可以通过对技能的了解,发挥很大的作用,但他的这本事在顾飞身上完全不好使。 顾飞虽然也用游戏里的技能,但使用的手法却是非常规的。 手法之巧妙根本就已经超越了他们这些游戏设计者的思路,比如双眼闪配合踏步转身挥避,使得和旋风斩一样,叶小五的脑中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概念。 你让他如何像透露剑鬼物影突袭的缺点一样,来识破顾飞身手的破绽? 顾飞之强最大的优势是他的功夫,绝不是其他。 叶小五的优势是对游戏方方面面的了解,对于功夫,他的了解是零。 所以目前而言,他还真不敢粗俗地去和顾飞用PK这种方式一较高下,用句俗话来说,对付顾飞只能智取,不能立敌。 叶小五思考着这些问题,顾飞又来了几条消息,他都没理会。 现在他比较头疼的是苹果醋掉集的事情。 没有人比叶小五更了解,三十九级和四十级之间差距之巨大,苹果醋现在显然已经只能暂时退下前线。 虽然削弱了剑鬼一级,但是几方损失了更加重要的战力。 诗边顾飞又呼叫了几条消息,不见叶小五回复,兴兴地对精英团的人说,不理我了。 你们朋友啊,众人吃惊地问,认识,以前见过几次,顾飞一说,他到底什么来头? 以前听他说是游戏公司的人,顾飞一说。 游戏公司的人怎么可能玩到游戏里来呢?大家想不通。 难道平行世界真这么有心意,觉得千里不平衡不删号,却派个人进来和他做斗争? 雨天神明,异想天开。 白痴,这次不止韩家公子比试,集体比试。 问题是,他找我就完了,找你们干什么? 顾飞对此比较恼火,更何况,连累的还是一项最正直踏实的见鬼。 如果是害得韩家公子掉了一级,这会儿大家都在集体暗笑的可能性倒是更大一些。 难道他没有跟你说是因为你的不平衡产生了连锁反应,所以我们也被你带得有些不平衡? 韩家公子说,什么乱七八糟的? 顾飞说,总之,你要小心,这家伙看来是真的缠上你了。 又哥说,顾飞沉默了两久,终于还是说了。 更应该小心的是你们吧。 集体标类,最伤人的往往总是这种实话,虽然对方的主要目标是顾飞,但既然也表示要连带的对付一下他们,那么说起来,他们的确比顾飞更危险,毕竟实力不在一个级数上。 又哥这时已经开始紧张了,对于战斗他实在没太强的信心,立刻建议道,要不最近大家还是尽量在一起活动得好。 照理游戏地图这么大,要找到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,但那些家伙或许会有什么特别的手段,比如之前追踪见鬼,肯定是用了什么我们并不知晓的方法,这点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 寒家公子说,这就是那家伙所带来的优势吗? 又哥难难道。 见鬼呢?怎么不说话? 顾飞问。 频道里,见鬼一直一言未发。 练集去了,观消息了吧? 寒家公子回答。 顾飞试着私密了一条,果然对方消息未开。 见鬼练集练得甚是专注,看来是准备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站起来。 那是啊,现在既然知道那家伙的名字,我去重新清楚地投诉他一下。 又哥说。 恐怕不会有什么用,那家伙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,还这么公开,看来是有恃无恐。 寒家公子说。 那怎么办? 又哥问。 你可以继续是你的,如果能成功,我们也乐得轻松。 如果不行,也只能费点功夫,把他们一个个收拾了。 目前苹果兔已经被料理,已知道他身边的帮手就是那个断水剑了。 寒家公子说。 另一边,叶小五终于收到断水剑的消息。 要联系的人,已经基本都联系到了。 嗯,我这边也是,叶小五回应。 嗯,我这边也别买了。 谢谢。